昭靈最近规格最高的一座墓葬 里面葬着李世民最宠爱的妃子 韦贵妃 据说这位韦贵妃不仅千生励志 而且写的一首好文章 故虽为二嫁之身 却颇受圣处 不仅被尊为贵妃 更是在长孙皇后去世后 主政后宫 堪比污蔑之后 生前的无上光荣 死后的风光后葬 这一切都让盗墓者们分外掩红 故此 韦贵妃墓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 多次遭到盗绝 裸露在外的文物 将考古专家们直呼抱前千物 1990年考古专家们 对该墓进行了强救性发掘 数月的考古发掘之后 六十余幅精美的壁画 墓质 石门 及一百二十一卷珍贵的文物 呈现于世人眼前 其墓葬出土的部分文物 在昭陵博物馆展出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双头镇墓兽 与背马图壁画